台北市30年以上老屋高达64万户 为了加速危险老旧建筑都市更新 台北市长蒋万安即今年3月宣布都更5件后 再宣布加2件 只要符合法定条件 整宅海沙屋及耐震力不足而有危害的物件 市府就给100%的容积奖励 那防灾度跟适用的对象 像我刚刚讲的一个是危险建筑物的部分 刚刚有讲过是耐震不足的部分 暗地值小0.35 这部分是我们辅导的一个对象 那当然我们还是希望 这个都更其实跟都更后对都市环境 有一些好的正向的影响 所以我们大概有一些条件 譬如说基地条件1000平方公尺 太小的这个部分 其实对都市可能也不是 都市跟新宿对都市的环境也不是很好 所以我们设定了100平方公尺 那合法房屋经过鉴定 经过耐震鉴定能力不足的部分 这大概是我们主要 主要这个辅导的一个对象 那我们这个建筑物里面 都更你只要大概满足了 大概结构安全任性的耐厚的任性 或者是柳山环境跟居家房灾之后 你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需求 基本上我们就会给予 大概1.8倍到2倍的一个基准容金 那这个部分是不需要额外去有做相关的对象 你只要符合这样的一个条件 基本上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奖励 所以我们原本都更的奖励 都会知道就是1.5倍50% 那这个是都更条件里面要求的一个规定 那我们这一次的专案的部分 在1.5倍以下 再增加了30%的一个奖励的部分 你只要符合刚刚讲的那几箱 基本上我们就会有30%的影响劲 让这个都更能够赶快的做进行 那另外大家有提到 它如果是海沙屋族 它如果是海沙屋 又耐震力不足的时候 其实我们会给到 大概2倍的上线的奖励为基础 这当然是我们这个奖励的一个内容 整宅专案的部分 我刚刚有说明的部分 大概19处 现在还没有这个重建的这个部分 我们积极的协助 那我们协助的部分 明办或公办都根都适用 并不是说这个 只有公办都根才可以 明办都根基本上也是OK的 那基本上刚刚也讲到 你要有满足一些设置的规范 比如说你要退缩啊 要有雨水要有推缩建筑啊 要有雨水滞留 或者一些开放性空间的流色 那这个部分是对 都根以后的这个都市环境的 友善心做贡献 那有了这样的一个贡献的时候 因为都根 我刚刚有因为整宅的部分 它基本上它的附属非常的多 那每户非常的狭小 所以我们大概原则上是给到 除了都根奖励50之外 另外我们直接给予50%的一个农机奖励 那这样的农机奖励基本上希望能够确保 这个民众的一个有面积的居住 那这边要说明的部分 我们最高 我们的 我们刚刚还是有些诞书 这个基础农机基本上 呃 呃 是以两倍为上限 这不可能再往上 因为其实呃 我们常常讲 度分要成功 这三件事情 第一个是递价 一个是造价 一个是民众的这个意愿 意思是说它要分为多少 那我不可能给到 毕竟这个农机是一个公共产 所以我们还是以两倍上限为基础 那这边跟各位做一个说明 那呃 整台专的奖励基本上是给到两倍 那这部分大家只要满足 刚刚前面的一个条件 基本上都能够适用 那另外我们也在思考是说 那呃 整台的这个住户 它单元可能非常的小 那我们现在这个基本的居住的需求 大概46平方公尺 那如果没办法满足的时候 除了容金之外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解决 那我们这次提出来的部分 大概有两件事情 第一个当然是协助去 呃 协助去做这个没合贷款的申请 那我们当然会去争取到 比较优的一个贷款的一个方案 那另外一个部分 是不是我们就这些插额找赌的这个部分 由市府来支付这个利息的部分 那民众还是要支付它的一个文件 那利息的部分由政府来支付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两个方式 能够解决这个均 呃整在长久以来 大家觉得说 那个面积比较狭小的一个状况 更重要的 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居住的安全 所以我们不得不提出相关的政策 加速我们这些老旧建筑物 以及有安全一律的建物进行更新 所以这一次我们多了两件 多设出的这两件 就是第一防灾型都根 第二整宅专案 防灾型都根 简单来讲 就是针对海沙屋 或者耐震不足的建筑物 我们透过三个原则 包括 增诱因 加速办 减灾害 我们这一次只要针对耐震不足 达到我们的标准 我们就给予 容积奖励 30% 如果又是利率过高 经过检测之后 我们就给50%的容积奖励 也就是说这一次的容积 我们提高到1.8到2倍之多 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力道 来提高 并且加速我们这些需要防灾型的都市更新 第二个 我们减灾害刚也谈到 我们希望未来它的整体规划 是朝向友善环境 居住防灾 耐后任性 以及结构安全 四个方向 我们当然希望更新 只要未来更新 要盖的安全 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目标 那加速办 我们就加速整个神医的速度 甚至我们用强制拆除的做法 来都市更新 来针对这些有安全意义的建物 进行更新 第二个 第二支建 就是整宅专案 整间住宅 台北市目前还有19处 并没有完成重建 所以针对这19处 我们再次提出专案 一样增加容积 另一方面 我们补利息 也就是提供相关财务的协助 包括我们利息补贴 没合贷款 另一个 我们就是不管是公办 或是民办 我们都可以一体实用 所以这个部分 我们透过整宅的专案 希望针对这一万多户 还没有进行重建的整宅住户 我们希望能够加速 我们整个更新的速度 所以透过这两支建 我们希望能够加大的力道 推动都市更新 其实上个星期 我到首尔 去参加城市峰会论坛 跟首尔市长见面的时候 我们也共同讨论到了 都市更新这个议题 因为首尔同样面对 很多老旧的建物 我们交换了意见 另一方面 我也跟新加坡国家发展部的 李志生部长见面 他也谈到 我们相关都市更新的政策 因为在新加坡 他们也同样面对接下来 他们发展非常久 组屋的议题 现在也面临了艰巨的挑战 我就告诉他 说我上了之后 我没有提出都跟五箭 他还说五箭是什么 我说就是射箭的箭 五 arrows 他了解 而且我还跟他说 首尔回来 我还会再宣布两支箭 another two arrows 他非常惊讶 他说你们速度好快 我说我们面对的挑战 是非常艰巨的 然后我也跟大家讲 相关的数据 他了解到必须要 大力的推动都市更新 他也对于我们提出相关的政策 也觉得很值得 他们带回去参考 所以我提这一点 就是表示 对的事情 我们会坚持 我们也会持续的 收集各方的意见 让大家都能够有 更高的意愿 参与都市更新 北市府提出更多诱因 希望全民一起加入 围老都根 保障住户一个安全的家 蒋湾表示 北市至少有5000户 海沙屋 破万户整建住宅 数十万户 未符合现代耐政标准的建筑 透过都根新政期盼翻转城市 围老现况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